欢迎收看本期精彩内容 唯独没人教会我们好好爱自己 于是很多人都忽略了自身的感受 所以说爱自己是我们一生要学会的修行 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爱就没人会爱你 爱自己才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 一个人如果学不会爱自己就没人会好好爱你 爱自己是对自我的一种肯定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要为自己考虑要肯定自我 如果因为一个人借故堕落是不值得被原谅的 永远都不要因为别人而怀疑自己 越是没人爱你的时候越要好好爱自己 很多人不喜欢你那不是你的问题 有的人即使再好也做不到让所有人都满意 不管别人对你是什么态度 你要学会的是好好爱自己肯定自己 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不信 不肯定自我否定 自然别人也不会高看你相信你 只有爱自己坚信自己坚持认为对的才是最好的方式 你越是爱自己别人越会懂得尊重你信任你 爱自己就是接纳一个真实的自己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缺点有不好的地方 这是没法去避免的 没有谁是天生完美的总有人有缺憾 但不管怎样都应该去接受真实的自己 一个人只有正视自己才能看清自己才会爱自己 下面我们就详细说说爱自己的11个层次 看看你在哪个层次 01.爱身体不被脑袋迷惑 有人问我脑袋很想看书 身体却想睡觉 我该听谁的 我的意见是听身体的 因为想看书的只是脑袋中某个固执的念头而已 而身体则是伟大存在的根器 爱自己要认识到念头的虚妄和身体的真实 有时候遇到一个人脑袋很兴奋 身体却感觉不舒服 注意了这个人和你的关系最后一定会出情况 因为身体比脑袋更有智慧 爱自己就离他远点 02.放下抱怨和批判 懂些心理学的朋友都知道 无论我们对外界的人和事物有多少批判指责 那都是源自内心对自己不满的投射 同样第一次见一个人 有人见到很开心 有人见到很愤怒 有人见到很害怕 还有人见到就想亲他 为什么会如此 因为每个人都把自己内心的情节投射出去 所以心不同 感受就不同 当我们放下对外界的批判和抱怨 开始觉察自己的心中出现了什么时 我们便开始有了爱自己的基础意识 03.像个婴儿般活着 见到有个一岁的孩子 他吃不到糖哭了 哭得好伤心 他妈妈给了他一个小玩具 他笑了 笑得好灿烂 婴儿们和我们一样有情绪 但他们有了就释放 释放完了就放下 而我们今天有个人骂了我一句 半个月后还在生大气 爱自己 我们就学学婴儿吧 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 就是单纯的存在 单纯的释放情绪 表达自己 单纯的放下一切 回归自然 04.多关注心 少关注外界 过多关注外界的人一定爱自己的少 因为爱自己是心的事 当心一直在外寻找 谁来关注自己爱自己呢 往往喜欢名牌 喜欢奢侈品的人 其实对自己的爱条件很多 爱自己就收回对外界的关注 享受和自己独处的时刻 珍惜看见自己的时刻 多和自己在一起 慢慢爱就开始洋溢 05.接纳自己的不完美 这一点非常重要 很多人自愈很爱自己 然后说 我的皮肤很白 我的屁股很圆 我的脸蛋很美 关注灵性视觉 我的文化很高 我的老公很帅 他唯独没有说自己是便秘的 如果有人发自内心告诉我 我爱我自己 我皮肤不好 我屁股奇特 我脸蛋畸形 但我接受我的一切 我觉得无论别人如何看我 我感觉自己美就够了 此人在爱自己 06.与高能量共处 这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是能量 能量有高低之分 山水草木 古典优雅的书画音乐 觉醒或自觉的人 善良的动物和影视作品 都具有高能量 多与它们接触 多融入自然和美中 能量高了 自己就更好了 如果一个朋友 每天在抱怨世界 责备老公 攻击阿猫阿狗 那么他的能量太低 你可以保留这个朋友 但建议不要经常见面 以免陷入负面能量循环系统里 07.经常赞许自己 嘉奖自己 今天有个人请你吃饭 你感谢他了 然后回家 你有没有感谢身体 陪伴你出去吃饭 感谢自己的魅力吸引了这顿饭 我经常没有 因为我总觉得要感谢别人 却从不感谢一直陪伴自己的自己 如果有可能 记得每天感谢自己 赞许自己 甚至请自己吃饭 送礼物给自己 来嘉奖自己 很快你就会发现 自己越来越美丽或帅气 越来越开心了 08.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从心灵的角度看 做不喜欢的事是种压力 做自己喜欢的事则是种动力 当压力下做的事情多了 那么这个人的内心 一定有很多压抑的能量 爱自己 在生存方式上来说 需要动力 也就是说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就是爱自己 09.做西规律化 这个谁都知道 反正吃饭 睡觉 工作等等 要符合生态规律 爱自己 就一定要坚持哦 长时间的规律做西 可以为人体调整好 一个生物中 在这个生物中的影响下 您的睡眠质量 和白天的工作状态 都是非常高的 当然 前提是您的规律做西 还要是合理的 规律做西 还能让您 不会处于亚健康状态 不至于容易疲劳 而什么是做西 有规律呢 从字面意思上 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工作和休息 遵循一定的规律 去进行 这不仅仅是时间上的规律 同时也是程序上的规律 样样样都有固定的时间 和先后之分 做到科学合理 避免吸收别人负能量的四种方法 另外 饮食的时间和量的多少 我个人认为也应该属于作西 因为肠胃的工作 也是人体工作的一部分 所以工作繁忙的朋友 切记要把饮食也做到规律化 10.懂得拒绝别人 以朋友 他非常善良温柔 可老婆要和他离婚 离婚的起因 居然是他天天去外面玩游戏 是什么原因 导致他天天到外面玩游戏 他说他也不想去玩 可朋友叫着 拒绝不了 后来发现他在生命中 曾经有过家人威胁他不听话 就抛弃他的经验 所以潜意识里 讨好人的念头深刻而强大 爱自己就要听从内心的声音 不为了别人喜欢去勉强自己 懂得拒绝人 也是爱自己的表现 11.不执着 伤心的人 恐惧的人 愤怒的人 都是执着的人 不执着的话 就让那些伤心 愤怒 恐惧的念头和情绪过去了 哪里会纠结其中 无法自拔呢 喜欢正辩对错是非的人 往往比较执着 不执着怎么会一点 要证明自己呢 佛陀说了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应作如世观 一切都会过去 而生命永恒 真爱自己 那就少些执着吧 人这一生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学会爱自己 然后过好这一生 学会爱自己 对自己负责 肯定自己 接受完整的自己 你只有做到这点 你身边的人 才会好好爱你 所以说 人这一辈子 最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好好爱自己 不管别人怎么对你 你都应该去爱自己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按照自己的意愿 过一生 这样才算不辜负自己 如果说 你连自己都不爱的话 自然 你身边的人 也不会爱你 好了 今天的内容 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 精彩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